来 慢一点 快点啊 爹 我就说吧 这彪跟我八字不合 你说对不对啊 闭嘴 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的 真是 臭小子 把嘴闭上 娘 不要打我 这时候不能起内讧嘛 行了 行了 当家的 你看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不如我们大家找个地方 先躲躲 不行 不行 耽误了交标啊 我们两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弟兄妹 加把油啊 过了前面的路就好走了 快点啊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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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 扶我下来 扶我下来 慢一点啊 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 小心点 来 小心点 小心点 别这样丢了啊 别动过 总标的 下面还有个箱子 还有个箱子 来 走 慢一点啊 大哥 我掉下去了 我下去看看 别别别 你看着标队 承恩 你下去看看 我 爹 我这几天腰扭了 腰疼 你画个人 画个人 你快下去看看 你小子算废话 你小心点 别人都忙着 救你先 快下去看看 我从这儿去啊 我从这儿去就永远去了 你是不是光吃饭不长脑子 你可以去找路啊 快去 真是的 你当心一点啊 这哪儿是我亲爹啊 这是我后爹 这活能让我干吗 让我走标不说 还让我干这种脏活累活 我就是瑜伽捡来的野孩子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这 这 这怎么下呀 怎么下呀 下去了 让于少爷 过这么危险的事 是 都快绝后了都 少爷呢 少奶奶 啥都没了 没事没事 没事了 少爷好着呢 茶叶 就这破茶叶 烟土 坏了坏了 烟土 烟土土 坏了 程恩怎么还不上来啊 是吗 你赶快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大哥 你看 别慌 这里谁是主事的 是我 我是安平镖局的余阵伍者 这是我们的露营 敬您过目 你们运的什么货 茶叶 运往北方的 我们刚刚接到举报 说安平镖局运送大批烟土 有没有这回事啊 我们安平镖局 一向是奉公守法的 从来不干违法的事 可举报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总得让我好好查查 好回去交差吧 没问题 你查吧 我们安平镖局 一向行得正 您尽管查 别把镖箱弄坏了 我们还要交镖的 好 把那个箱子打开 是 是 这是上好的砖查 包装坏了 标主要追究我们责任的 既然有人举报你们运送烟土 我就必须查证 要是被我查出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胡说八道 人家乱报 你不就乱查啊 队长 你看 好一招瞒天过海啊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一个都不能放过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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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队长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证据确凿 容不得你们狡辩 乖乖的跟我回去 队长 老爷 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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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 兄弟们快走 现在不是请门的时候 你别前走 不要管我 爹 快走啊 大哥 快走 快走 快快快 阿姨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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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掌柜 先别吃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怀疑你打着走镖的旗号 斗丝烟土 走 走私 我们也是怀疑 到底走没走私 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 走吧 长官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家老爷绝对不会走私的 赵队长 这万事 这万事好商量吗 走私烟土的罪名可不能乱扣啊 余大掌柜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 这只是怀疑 就是接受一下调查 不会难为你的 余大掌柜 走吧 没事的 好 我跟你走 您看看 这个标棋 这些都认识吧 没错 这些都是我们安平标局的火 认识就好 那个 这里边的烟土 明明是茶叶 怎么会变成烟土 那就要问你这个大掌柜 还有你那个好大哥了 他发现了我们之后 扔下这些东西就跑 还打伤了我的几个弟兄 要是不抓你 我对得起他们吗 不会的 我大哥他不是这种人 一定有内情 等我找他回来 先问清楚 镖局是你的 露银也是发给你的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我自然要找你算账 抓人封铺还是轻的呢 都查长再三命令 禁止贩毒 你还敢铤而走险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只能先把你抓起来 来人 把他给我关起来 余大掌柜 请 赵队长 我可不可以跟家里人交代一下 好啊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再走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不用多说了 这个罪名我不会承认的 但是我又被他们扣留下来 现在你们先去找到总标头 问清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 师父 我一定会尽力去查的 嗯 烟土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揭标的时候 雁明是茶叶 谁知道是不是中途调包 你别想赖在我的头上啊 我有你们的收据 白纸黑字抵赖不了的 你好无耻啊 利用我们标局域烟土 现在还推得一干二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做贼的喊捉贼了 啊 我不管运的是不是烟土 现在你偷了我的茶叶 又误了我的交货日期 我要你双倍赔偿 赔是吧 我给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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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清楚 你打我 我告你去 我警告你 要是你不给我放聪明点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一切都如少主所料 勋布房逮捕了吕建平 现在安平标局也乱成了一国粥 还有萨尔郡的鸦片也被没收了 中国人的标局最讲究无战而屈人之兵 如今不费垂灰之力 只要是一通电话 事情就办成了 这也算是不占而胜了 少主英明 萨尔郡试了鸦片 一定会倚中少主 那只老狐狸诡计多端 我们必须要击中他的软肋 请少主明示 世间的人 常以名花比喻美丽的女人 可在我眼中 多罗格格的美貌 是世界上任何名花都无可比拟的 若能将此花移栽到我们西元寺家的府中 一定会相得益彰 一定会相得益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